仔细看,这个大姐喝的可不是饮料,而是高浓度的米醋,但她却像喝饮料一样大口大口的喝,感觉还不过瘾,又把一整瓶倒进了米饭里,就这样边喝还边说太美味了,这给一旁的人看得目瞪口袋,表情跟你手机里的第六个一模一样,摄氏组怀疑这可能不是醋,于是尝试喝了一口,结果差点没直接送走,不一会儿,大姐的一盆米醋配大米饭就干光了,店员看了都只打酸战,大姐说喝醋可以让她神清气爽,还能降暑,这不烈日下大姐走热了, 拿出随身携带的冰镇米醋,喝上一口,瞬间就透心凉了,甚至还说这味道又酸又甜,在牙齿上久久不能挥散,感觉一叭截嘴都是回味无穷,大姐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走进厨房,倒上一杯冰醋,一眼而尽,结暑又清凉,儿子都不用看,闻到醋味就知道妈妈回来了,除了大姐家人全都不吃醋,所以她吃饭的时候要把饭菜单独盛出来,每个碗里都倒上米醋,只有这样她才能吃得香,可是大姐为什么这么能吃酸的呢? 大姐说她小的时候放学回家,入过一片李子树,上面全部都是绿油油的李子,都还没熟,她就摘了一个,放进嘴里咬了一口,那感觉松脆多汁还酸甜,她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,从此以后她就爱上了酸,40年来天天吃酸了,直到现在开始喝醋,可丈夫却很担心她的身体,于是带她来到了医院,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发现,大姐由于常年吃大量的酸性物质,患有反流性食管盐, 如果及时改变饮食习惯,慢慢的就会恢复,所以大姐必须停止喝醋,听到这个结果后,大姐说她会一点点的减少,争取以后再也不喝了。